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subscribe我們的平台 like comment我們的節目 如果想第一時間收聽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當中英文也淪陷 簡平2023年文憑史歷史科試卷楊詠宇 2020年庚子科長案 教育局強令文憑史山去歷史科涉及日本的試題 從此教育界就天翻地覆 作為教育指揮棒的考評局被光速改造 專業讓路指紅不尊 2021和2022年歷史科考試墮落不斷 筆者已經有文章討論了 今年這一科開考之後 有教師朋友認為史題的水平 尤其是卷一歷史資料題已經回復到2020年以前的水平 筆者不敢苟同 他們的印象可能是出於卷一的題型 並沒有出現重複言議 事實上 今年是該科三年來水平最低 連基本的語文水平也都淪陷 香港公開試一向都有中英商語試卷 兩者以思一致 是保障考生利益的最基本要求 作為文科核心科目 歷史科對於考務人員的語文要求素來非常嚴格 但是今年就可以用一劈屎來形容 例如講述日本經濟的資料D 大家幫手數一數 一項資料裡面究竟有幾多的錯處 The prolonged recession from which Japan is now emerging 已是即是日本正在開始擺脫持續的衰退 考評局就譯成日本目前出現的持續衰退 Many Japanese investments made in the US in the 80s are being liquidated at the considerable laws 該局就譯成 在80年代 日本在美國的大量投資 因為嚴重虧損而被清盤 原文就很清楚了 80年代這個詞 只是指投資 而不是指清盤和虧損 所以應該是疫情80年代在美國進行的很多日本投資正在清盤 損失慘重 Resilience of US High Technology Sector 意思即是美國高科技領域的銀力 該局就將resilience譯成復甦 這個字是意味著容易復甦 但就不等於復甦本身 換言之 該局是不以為resilience即是resurgence的意思 Key Technologies 意思即是關鍵技術 該局就譯成重要科技 這四個字出現了兩個問題 第一 key 是比起重要更加重要 重要一詞是未能凸顯它的重要性 第二 如果technology 這個字已經可以解作科技的話 這樣 香港科技大學 為什麼不將校名簡化成為Hong K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最後 是漏譯了consequently 和simultaneously兩個字 講述白話文運動的資料B 語文問題也不少 有一句 想要齊人心 必先通言語 該局就譯成 We must first unite the people by unifying the language 有趣的是 同一項資料 還有 言語不通 這一句 該局 就懂得把它譯成 Do not understand 但這一句關鍵的句子 就把通字譯成unify 即是統一 另外一句 做過兩篇小說 投稿到報館去 該局就把小說譯成novel 我一看就馬上皺眉了 因為英語的novel 一般是數萬字以上 例如1984 動物農莊等等 都是屬於長篇小說 novel的單位是本 而不是篇 以上所列舉的 都只是較明顯 該局開國以來 45年了 歷史科從來沒試過 有一年之內 是有這麼多語文問題 審題委員 以及有份處理過試題的人 平時應該是很少閱讀英文 對於致詞的概念 是逢經作馬糧 該局甚至是把英文卷 當作中文卷去做 破了慣例 在英文卷裡加入了中文解釋 這樣難免令人懷疑 經手人究竟是香港人 還是中國人呢? 以及該局經常用作擋箭牌的 由教育局學科專家 資深大學和中學教員 局內的中英文教隊團隊 科目經理等人 所組成的質素保證系統 是不是已經癱瘓呢? 議題方面 歷史科是秉承前兩年的政治掛稅原則 中港政治依然都是缺席 兩份史卷都變得很畸形 卷一資料題 亞洲史和歐洲史各佔兩題 中港政治題消失 連帶政治漫畫都要在亞洲史消失 但是考評局又想營造資料均衡的效果 結果就如往年一樣 仍然使用了兩幅政治漫畫 但是兩幅都放在歐洲史 製造了明顯的不均衡的效果 軟移方面 政治掛稅由於強調高安全係數 造成了大量背書題 以及中港部分不談政治 結果香港史的題目古靈精怪 都市化這個詞第一次出現 這個課題太過細碎 本來就不應該放在課程裏面 都市化的意思是將鄉村變為城市 所以按照提子 考生是需要討論經濟發展 如何將鄉村農地變成城市 很變態吧 這個難道就是我們所認識的歷史考題嗎 另外 卷二有兩題用了展述、展明等等的提文用語 這些用語 不容許考生反駁題目的論點 2020年以前 歷史科是以高階思維為本 一向鼓勵考生思辨 當我們使用展明這個字的時候 是會注意題目是有足夠的空間 讓考生作正反討論 例如2019年第七題 考生是需要展述的觀點 就是國家利益會導致戰爭 也都導致相互合作 這個命題正反俱全 但是今年兩題的展述題 論點都是一言堂 不容許你作正反討論 以往最多一題展述題 今年就變成了兩題 換言之 卷二的背書洗腦味道 較往年更加濃厚 不少教師一看到卷二 也都發現了不少其他的問題 例如第四題用字含糊 沒有清楚提示考生 是不是需要將極權主義 和其他因素作出比較 而這條題目 估計最少是有八成的考生選答的 換言之 政治掛稅 令人詐虧的大量語文問題 讓歷史科試題今年再創新低 行文至此 我見到一張易通行的照片 顯示易通行的車道放了 No stopping 不用停車的指示牌 No stopping意思就是 不得因為任何原因停車 中文的翻譯應該是 不得停車 而不用停車呢 英文應該是 No stopping required 可能下評局指是順應時勢 似乎Carpet Pacific的事件是天意來的 香港已經沒有能力做商語城市了 是時候要取消英語的法定地位了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